畫面上看到共舞台當家一姐孫家和 她前年的時候不是跟華航的一位男機師 被抓奸在床嗎 好 現在這個事情怎麼解決呢 孫家和跟對方也就是南方的這個老婆 是達成和解 這個方面也就算了 結果呢 現在孫家和是告徵信業者 說呢 徵信業者來抓奸的時候呢 拍照不准她把衣服給穿回去 涉嫌妨害自由 市民地檢署呢 已經將徵信社兩名的女員工 依照的強制罪提起公訴 在銀光幕前總是光鮮亮麗 購物專家孫家和 甜美笑容 口條清晰 迷人的外型 電倒一名男機師 兩人爆出不倫 被詹信社拍下證據 但這位事業女強人不選擇低調處理 反告詹信社妨害自由 她自己的一個情境 就是介入人家的家庭嘛 她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還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也是覺得蠻恰意的 瞎害者還變成被害者的方式來請求權益啊 幫忙抓奸卻吃上官司 還原事件經過 機師太太懷疑先生外遇 委託真信社跟奸兩人 沒想到一路跟到孫家和住處 知信社趕緊通知機師太太 一行人闖了進去 衝進房門鶴令不要動 男的掀棉被 女的拍下這對偷情男女的裸照 又擅自拿走被單衛生紙才報警處理 檢方認為這樣的舉動確實不妥 真信業者在從事相關的真信工作的時候 還是要遵守合法的方式來處理 如果逾越法律的界限用非法的方式 還是會有處罰 這樣的行為惹惱這位購物台一姐決定提告 檢察官依強制罪將真信社員工起訴 不論判決如何 對孫家和 真信社以及機師太太三方 都已經構成傷害 正確這關高玉玲 台北傳播的